所有人都逃不过定律 而爱情当中的定律就是 男人随着时间热情会削减 女人的热情会越来越高涨 第二 随着接触时间的越来越长 其实爱已经融入了生活 以前爱你的形式是做那个礼物 以后慢慢爱你的形式 也许就是给你做顿饭 给你洗一件衣服 有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爱 不是因为它没有付出 而是你感受爱和体会爱的能力 比较差 早上太阳在东方 中午太阳在南方 晚上太阳在西方 你老盯着东方看 还以为是在热恋的时候的样子 你怎么可能感受得到爱呢 就像他紧赶慢赶 开完会之后就找你 你就多等那么一会儿 你就不耐烦了 你就要走 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请问是他不关心你吗 是你因为你没有感受爱的能力 真正爱你的人 不是懂你所有的言外之意 而是心疼你每一次的欲言又止 第三 一是诱惑太多 二是彼此对距离没有自信 第三是距离一旦分开 你们俩聊的事情 只能是以前的事情 分开一个礼拜 说的就是一个礼拜以前的事情 分开一个月 说的就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 分开一年 大概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所以异地恋我是截然反对 就这个 好 谢谢陀老师 其实就是思考一个问题 在你们这个年龄的生活当中 爱情这件事占多大 你们自己想清楚 在大学里面 除了爱情之外 我们还应该有点什么 当你把你的所有经历 变成爱情的时候 我相信这段爱情 一定不会长久 你们自己考虑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 其实生活里还有很多 其他的事情都让我们去做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 面对和抵抗 就没有必要把心思全部放在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 在内部把它给消耗掉 我也知道 就是我确实是有的时候 但是就是那个情绪上来了 有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 然后我是真的很想跟你好好过下去 但是你有的时候那些态度 那些做的那些事情 就真的让我特别地难受 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难道就这些事情 又没办法我去教你 跟你说你要对我怎么样好吗 再加上这个意地 我真的就觉得特别渺茫 事儿还没发生呢 干吗想啊 先把这半年的恋爱谈好再说嘛 学好再说嘛 实习单位找好再说嘛 谢谢两位啊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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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请关门 好了 看看最后他们的选择 会是怎样的呢 来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各位 请